空情队台东丰莲机场驻地勤务第三大队第三队 昨天蓝宇连续传出了两名病患 因为不明原因吐血还有窒息的状况 当地卫生所评估必须赶快紧急后送台湾 申请了空情队来协助 台东空情队成员立即启动了黑鹰直升机 前往蓝宇顺利把这两名病患后送回台 空情队员正将伤患运下直升机 准备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昨日晚间6点10分台东空情队接获总队通知 表示在蓝宇地区一名63年次的灵性女子 因为不明原因吐血蓝宇卫生所评估后申请后送返台 空情队立即派遣编号NA704号机执行任务 晚间6点40分时起飞并在蓝宇机场搭载伤患后 晚间7点33分时飞回台东机场成功将伤患后送回台治疗 而在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内 台东空情队再次接获总队的通知 同样是在蓝宇地区一名49年次的杜姓男子 因为自行的状况也需紧急后送回台 空情队再次出动 在凌晨12点16分时起飞 搭载病患议员以及病患家属一名合计两名成员后 返回台东风云机场 并在1点40分时成功降落 将伤患交由救护人员转送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 圆满的完成两次的后送任务 记得陈吉林 蓝宇相报道